除了对互相的算计 应该还有对彼此的试探吧 确实我也有同感 我在你们刚才的一番沟通当中 完全没有听到一丝爱情的消息 女方说你对她好 而是因为你们还不是恋人关系的时候 你曾经花了二十天的时候 很忧心地帮她找她养了一条狗 那我跟女方说 这大概是你所有的朋友当中 一个比较靠谱 比较热心的好朋友而已 但那未必就能成为一个 有责任感 有担当的男朋友 好朋友和男朋友 可是天壤之别的两回事 所以在这一块 你心里也要想得特别清楚 我看资料我简直不太敢相信 资料上面显示说你二十七岁 但是我在你身上 看不到一点朝气蓬勃的样子 那个我的感觉就是一个词 颓败 反正就是感觉欠了钱了 女方在跟你交往之前 并不知道这件事 但是知道之后 好像也没有特别震惊的表现 反而提出了另外一个 更奇怪的要求 就是要求你在一年之内 去买一套深圳房子的首付 我觉得这个也挺奇怪的 就是女方的安全感 是来自于 不管你欠了多少钱的外债 你能买一套房子的首付给我 写上我的名字 所以我就可以跟你继续好下去 我就有安全感了吗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 就完全违背了爱情的初衷 所以我也不认为 有什么必要在这儿保护 谢谢 好 谢谢兰西老师 你们两人都撒谎 都不诚实 但不诚实的原因不一样 男生的不诚实 是来源于 他纯粹是个投机分子 你看他没有一次 对于自己工作前 在这儿保护了 你才是人家的 就像我这儿保护了 你不是那这儿保护了 他不诚实在 可是他可能几买了 我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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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